现在全球都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它蔓延得如此的迅速 真的是叫人措手不及 情况越来越紧张了 那这时候的你心情如何呢 侯塞磊啊 我是EQ Master雷洛梅老师 最近呢收到朋友传来的文章 我很喜欢 所以呢我消化了以后 加入了许多自己的想法 现在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文章一开头呢是这么写的 这一场抗毒战争不知道还要多久 要打赢的呢 是要靠我们的毅力和耐性 还有自身的免疫力 在同一班飞机上呢 有人被感染了 有人却安然无恙 这是因为身体有免疫力 同样的呢被隔离了 有人一个星期就经济出了问题 有人一整年都吃喝不愁 这是因为财务上有免疫力 所以我们要懂得居安思维 开源节流 这个全世界上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 政府呢都建议大家待在家里比较安全 趁机在家里聚集能量 找回自己 心里呢感谢亲朋好友 对我们的叮咛跟关怀 这样我们就感觉到自己并不孤独了 所以呢同样的是关在家里呢 有些人呢就是很紧张 或者是他就整天睡觉 看连续剧 玩游戏 浑浑顿顿的 有人呢则是读书 线上学习 生活自律又有规律 这个是价值观上面有免疫力 我们总要做一个终身学习者 虽然很多活动都被取消了 可是大自然音乐 读书 听书 唱歌 欢笑 还有希望 都是没有被取消的 并且是免费的 同样呢面对灾难 有人怨天尤人 有人甚至仇视社会 有人呢会乐观向上 而且勇往直前 这是心理上有免疫力 我们都要有正向思考 我喜欢这个小故事 一位英国太太 她坐在船上大风大浪 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 她一个人坐在那里 就有人问她说 难道你都不害怕吗 她微笑优雅的回答说 我在跟上帝祷告 假如呢 她让我安全到达英国的话 我就去看我的大女儿 假如她让我到了天国的话呢 我就去看我过世的先生 那这样子的正向思考 乐观向上的心情 真的是在各种情况之下 都能够安然自得 那社交群体呢 收到各种威言耸听的坏消息的时候 有人吓得惊慌失措 立刻铺天盖地的乱转 有人呢甚失明辨的 小心查证 不轻信谣言 这是有不易受骗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都要有批判性的思维 小心分辨 确信了这是真的消息以后 才去相信她 这是一场天灾 是一个物竞天哲的过程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对所有的人的体质 阅历 认知 人性 良知 勇气 思想 灵魂 价值观等等 都是一场赤裸裸的考验跟筛选 所以我们要战胜意外与不幸呢 我们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持久和身体上的耐力 那微笑接受每一个挑战 所以让我们一起培养自身综合免疫力 我是地雷探测员 今天我们大家都学到了吗 如何提升综合免疫力 谢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觉得有收获的话呢 一定要按一个赞哦 并且呢 要订阅 情感灵地雷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